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转眼我们就到了每年一度最幸福的七夕时光 但今年天气实在太热了,所以小青贴心地为各位送上约会必备的冰霜茶饮 一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因为今天的节目由知名FFF团独家赞助播出 大家一起来评选一下谁是今年七夕节日的劳模员工 先允许小青给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FFF团 这个组织其实最早来自日本青小说笨蛋测验召唤兽 简单来说就是由不受异性欢迎的学生们组织的团体 所有人服装孔衣全身黑袍,手持巨型镰刀 面罩上还有醒目的F字样 而团体中的大家目标一致,来审判那些独自获得幸福的人 不过渐渐的FFF团所代表的意义变得宽泛 变成了如今的本人以单身为契约 平等的审判每一对在我面前秀恩爱的小情侣 而在小青看过数不胜数的恐怖片后 总结了一套铁打的剧情走向 比如电影中一定会有一群无脑的小情侣 决定去陌生的地方探险郊游 如果半路遇到加油站或者便利店 里面的人要么就是坏蛋 要么就会提醒大家不要去不要去 这时所有人就摆出一副我不听我不听的姿态 一意孤行来到荒凉偏僻鸟不拉屎的目的地 然后大家一定要分开行动 各自和另一半谈论一下生物知识 这时反派就要登场了 通常小青认为杀人魔想的是 我在我的地盘上睡得好好的 突然有一群过躁的小年轻给我吵醒 不仅霸占我的家乱动我的东西 还在我面前大秀恩爱 我不信有人能忍下这口气 反正我是忍不了 于是反派们立刻化身FFF团成员 开始大杀四方 相信说完这些大家脑海里都浮现出不少经典电影 那小青接下来就带各位一一认识下他们 首先来隆重欢迎一下我们的一号种子选手杰森 作为水晶湖一霸 杰森可谓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势必要扫平每一对来水晶湖显摆的小情侣 我不是针对哪一个人 而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猎物 如此大名鼎鼎的人物正是来自 家喻呼啸的系列恐怖片 本片自1980年开始一共制作了12部电影 在前三部中我们可以窥见杰森的成长史 想当初他只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 因为脸部畸形被熊孩子歧视欺负 而辅导员又忙着谈情受爱 才导致他淹死在水晶湖中 杰森的母亲悲痛欲绝大杀四方 不过由于母亲没有活过第一部 湖底的杰森怨念属性大爆发 直接来了出怨灵复活 至此水晶湖的噩梦拉开序幕 在第二部中复活后的杰森闪亮登场 但由于是影视新秀 他的技能点尚在培养中 所以不仅服装简陋 就连和普通人交手都要缠斗一番 可以算得上各种意义的战武渣 而在第三部中杰森的经典形象正式出炉 他获得了关键道具 曲棍球面具 戴上他后 杰森开始了自己的风神之路 也就顺利引出了电影系列的下一个阶段 从第四部开始 杰森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三部曲 在不断完善人设的同时 也谱写了他与男孩汤米之间的相爱相杀 至于为什么能和一个小男孩纠缠三部 这就带讲讲我们种子选手的优良品格 因为他对小孩格外心软 或许是因为杰森自己曾淋过雨 所以他要杀掉那些不负责任的大人 亲自给小孩子们撑伞 毕竟这位种子选手虽然看起来魁梧雄壮 但内心还是个11岁的小男孩 所以他想保护这些孩子 于是他就让自己强大起来 铲凭一切坏蛋大人 可是男孩汤米表示 你的想法很好 下次不要再想了 这边建议你再回水晶湖冷静一下 经过三部的缠斗 昔日的男孩汤米已经长大成人 而杰森的技能术也成功点亮 现在的他不仅拥有不死之身 而且力大无穷能徒手碎炉 甚至还可以进行顺移 这位下一阶段的剧情进行了很好的铺垫 因为我们的杰森已经不满足对抗普通人类 之后他与神奇少女一对一决斗 又和这名反派弗莱迪激情联斗 这给后面的某部星座买下了伏笔 在此之后杰森抽时间上了一趟太空 回来后就和弗莱迪大干一场 推出了精彩刺激的弗莱迪大战杰森 虽然最后以弗莱迪的脑袋被拧下来作为结束 不过小青觉得他们两个人其实难分胜负 只是电影不得不在这里结束 而属于杰森的故事也就此告一段落 但在他全系列12部的辉煌生涯中 除了第一部和新起点那部杰森本人没有动手外 他一共创下了斩杀数163人的不朽战绩 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那个爆炸的空间站 以及曼哈顿里沉没的邮轮 要是算上这些 保守估计也要有200多人 而我们既然说过了杰森 那也要给弗老爷子一个机会 弗莱迪作为猛鬼界第一法师 可以在自己的绝招梦境结界中大杀四方 这也是当初他压制住杰森的一大力气 在属于自己的结界里 弗莱迪可以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可同样的缺点也很明显 一旦他离开自己的主场 战斗力就急速下滑 这就是他为什么最后被杰森斩首 因为这一弱点导致老爷子的战绩中规中矩 身上全部的职业生涯也只有两位数而已 所以要想找个人和杰森争夺本团最佳员工 还得请出那个自带BGM的男人 为什么说他很有竞争潜力 就不得不提到恐怖片的一大定律 春节老式的乖乖女一定能活到最后 而这条铁绿最早就是出自卖书的主场 月光光心慌慌 要不说人家是为优雅绅士呢 绝不伤害任何一个可怜的单身狗 绝不放跑任何一对鬼混的恋爱脑 这个狗源自电影的整体情节 只要女生和男朋友共度春宵 就一定被双杀身亡 而我们的单身女主却成功活到了最后 虽然导演在事后采访中反复强调 并不是针对广大情侣 但这个有趣的规则还是流传了下来 小青不久前还讲解了该系列的最新一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时收看月光心慌慌 这个系列自1978年开始 就在影迁中塑造了一个残忍冷酷的杀人魔 麦克尔·麦尔斯 不同于之后的那些反派 麦树身上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冰冷气质 他的杀人动机简单纯粹 就是看大家被自己折磨得太惨了 不如直接上西天享福吧 这种体贴细致的古典主义杀戮 在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因此麦树被看作是邪恶本身 他所到之处无人信念 这就是为什么哈登·菲尔德小镇一听到万圣节就如临大敌的原因 影片中年仅8岁的小男孩在万圣节当天大开杀戒 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 魔刀破获向清解 他也因此被关键精神病院开始误导 小麦尔斯成功前修十几年 终于觉醒为麦树成功逃跑 之后他就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屠杀之路 到目前为止一共杀出了12部影片 其中前八部的设定都比较连贯 可以算是本系列的正传 不过在第三部之后 电影的剧情分成了两条支线 第一条补权了麦树的成长史 为他的杀人动机做了更全面的解释 这也导致本系列的神秘滤镜无形破碎 好在七八部又将设定拉了回来 麦树恢复了之前冷酷无情的模样 后面两部算是重启整个故事 但是第十一部的内容就有些玄幻 竟然推翻了之前九部的内容 从第一部后面的故事重新开讲 而十二部就是小青之前讲过的终结 在这部里麦树的不死之身 究竟有没有终结呢 好奇麦树最后的结局吗 那还不快点去补课 虽然月光光心惶惶也有整整十二部作品 但相较于上一位参赛选手杰森 麦树的战绩略微有些逊色 保持在133人上下 或许是和他独特的攻击方式有关 不同于其他人的大开大合 麦树主打就是一个优雅 喜欢前行在受害者身后 猝不及防来上一刀 相信不少游戏玩家都在农场里 体验过永三麦树的威力 大真是让小青毫无游戏体验 说起大开大合的屠夫 相信没人能忘掉那个经典的黄围裙 一旦皮脸拉开他的小店去 整个农场就充斥着吵闹欢乐的气氛 人类逃亡的惨叫声伴随着电剧轰鸣 简直就是一场黎明交响乐 但在电影德州电剧杀人狂里 皮脸也算为我团贡献了不少力量 例如第一部周 他却用自己的小锤锤给主角团来了个见面礼 一锤八十的威力让众人乱成一团 以至于之后的人们提起德州特产时 除了扑克外 还能想起轰鸣的电剧 在一定程度上 也算打响了德克萨斯州这块金字招牌 同时还有一个人能和杰森一较高下 那就是杰森本人 而不 是相同演员所饰演的角色 维克托 此人来自系列电影短饼斧 而维克托的经历甚至比杰森还要惨 同样是长相畸形的小孩 至少杰森还有妈妈喜欢 可维克托由于长得太过惊人 一点都不被大家包容 在万圣节那天 捉弄维克托的孩子们点燃了他家 小维克托虽然被火海淹没 但真正的致命攻击却来自父亲 要说也是维克托倒霉 老父亲本来拿着斧子准备劈开大门救孩子 没想到维克托就躲在门后 这一下斧子不仅凿穿了门板 还直接劈开了维克托的脑壳 老父亲因为此事内疚不已 没过十年就郁郁而终 但是这片土地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 随着男主的来到这片沼泽 维克托也开始了自己的杀戮之路 在他的四部职业生涯里 维克托已斩杀56人的战绩 略升于弗莱迪一筹 如果论人物造型的帅气程度 小鲜还是更喜欢弗莱迪的人物形象 毕竟维克托的设定在某些地方 与其他反派略有雷同 没有打出属于自己的个人特色 以上这些电影还只是反派人物对情侣不友好 但接下来这几部 可以算是我们FFF团的教学视频 凡是入团者都得先给我看一遍 我的血腥情人节 然后再考虑这个恋爱真的有必要谈吗 这部电影并不算是一个新故事 它的前身就是1981年的那部恐怖情人节 一听这个名字 大家就能想到故事的发生时间 离不开浪漫的节日 故事从一场旷难开始 事故发生时 小镇上正在举行情人节派对 以至于所有人都不知情 等到大家发现时 只有一人幸存 至于他是如何活下来的 大家都认为是其他工友的奉献 因此很排斥这个幸存者 并认为他是人面受心的恶魔 一年后 昏迷的幸存者在医院苏醒 开始了血腥的屠杀之旅 不仅如此 他还给大家贴心的准备礼物 一颗红色的爱心礼盒 里面张着一片赤诚之心 别看礼物这么别致 但是屠夫可对情人节深恶痛绝 只要看到有人开派对 他就冲上去大闹现场 第一次现身就拿下了11对情侣 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战绩 但是首次出场肯定不能太嚣张 不然剧情就不能继续进行 导演让他暂时下线 等到十年后再作为众人的噩梦重新出现 不仅如此 还在剧情中编排了许多特殊情节 让整个电影相较于 之前的恐怖情人节更加流畅 让你有种琢磨不透凶手 到底是谁的感觉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找来小青之前的解说 以看究竟 而接下来推荐的这部影节 也是小青做过的绝命休息战 这部电影虽然也是一部血浆砍杀片 但剧情的走向还有些灵异 一开始女主决定和男友离家出走 打算去其他城市开始全新生活 但自打两人出门以后 就接二连三遭遇意外 不是目的地的亲情不在家 就是半路遇到车祸 后来直接在公路上迷路 由于两人都是路吃 只能顺着公路边走边找 机缘巧合中来到一处休息站 结果因此开启了一场噩梦 至于这对情侣最后的结果如何 小青只能告诉大家 杀日魔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 出色完成了双杀的任务 而中间发生的故事 如果各位客观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点击链接前去补课哦 而最后要介绍的这部罚头领 遇害的可就不是简单的情侣 只要遇上我们的成员 就算你们两个是夫妻也别想逃 故事一开始就是经典的恐怖片剧情 夫妻两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露营 经历了在半路找不到方向后 二人在当地人的指点下 来到风景优美的目的地 结果等待他们的不只是美景 还有一户扭曲狂热的家庭 在这家人的疯狂捕猎下 这对情侣度过了噩梦一般的假期生活 至于他们二人的结局 相信大家心里可能已经有数 但是你肯定想不到他们经历了什么 欢迎各位顺着链接前去考古 毕竟在这么甜蜜的节日里 不和另一半看见惊悚的恐怖片 总会觉得人生有所空缺 好了 小青今天给大家安利了这么多情人节大戏 相信一定能让你们的栖息生活甜蜜无比 不知道各位评审员 有没有选出今年本团的模范员工 你们认为哪个屠夫 称得上真正的情侣杀手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青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放映社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周能不能再接再厉继续加更 还得看大家舍不舍得交出手里的点赞 别忘了留下你们的茶钱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拜拜 拜拜